摄影 决定要不要体面离开,在这个时代,你的工作会背叛你,你的行业会背叛你,你的专业会背叛你,唯一不能背叛你的,是你的认知和你的能力。 VERY3美国最大电信运营商,在美地位类同于中国移动在中国,近日VERY3传出裁员4万4千元的消息,裁剪波及总员工的30%以上,主要针对长期员工。 即那些为公司效力了多年的中年人,是建议发广泛讨论,有网友说,你可以往死里卖那些有玩有房贷的中年人,这句扎心调坦的背后,是中年人为保一份工作如履薄冰,但现在看来,似乎并没有什么用,该背财,还是背财,为什么主地裁点群体,每次都是瞄准中年人。 总结下来,不外乎老员工宴然胜负四宗罪,第一宗,贵,入职多年,大约比最初翻了几番,裁你一个等于裁几个新员工,还只要得罪你一人,为什么不裁? 第二宗,贵,老员工与公司,多少有点像今年这样的夫妻,激情早吞去了,体力耐力爆发力也跟不上了,嫌弃你不是正常。 第三宗,由,混迹多年,各种留生毛青,既能优雅推卸责任,又能钻制度控制,子,身老油条,谁还想留着你过年。 第四宗,总,闹翻了,中年人有家有口,兴许还指望着赔偿金,大概率是不敢怎样的。 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愣头青,可就不好说了。 此次执行裁员举措的新任CEO为汉斯,House Festival,先生,在入住Versham前曾是爱立信公司的前任总裁。 他在前东江期间,就多次做过完全一样的裁员之事,有意思的是,他自己先前也经业绩不佳,被爱立信董事会裁掉。 由此可见,越是成熟的大公司,流程化,制度化越完善,缺了谁都一样运转,公司根本不担心后继无人,无坏乎这类大规模裁员,在大公司不算显现,只会急速,时代很残酷,稳定而自。 逐渐成为最不稳定的风险,有远见的人,早就给自己安排了后路,接了变化,单低头拉车,也要抬头砍路朋友老周是个四岁孩子的父亲,他分享过一段陪孩子上早教的经历。 游戏开始,分成四组的家长全部聚拢,面朝里围成圈,老师往圈内不断放海洋球,家长们身体紧贴,双手同时往中间伸,所有人动作整体规范,像是先培训过一样,最后一个球也没露出圈吧,挑战成功。 老师笑,家长们都很标准啊,咱们来看看孩子们会怎么做,四组小孩,最后呈现出四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。 被靠背围成圈,羊躺彼此双腿相连,侧躺头脚相连围成圈,扶我拉手围成圈,老周感慨道,那一刻我突然涌起一种担忧,好怕自己叫不好我儿子,我明白世界是多远的。 在我眼中好像渐渐只看得见单一的答案,每天走一样的路线,每周吃一样的快餐,工作挑自己最擅长的部分,晚上娱乐能想到的就是喝酒K歌,不愿想其他答案,因为这样最直接,快捷,不费劳,最符合经济学原理,但这也导致了我的思维僵化。 安楚书是去,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中,有句经典台词,你正在长大,而我,只是在变老,残酷的话,暴露了生活的真相,你活着,仅仅是为了活着本身,或许早已当时好奇心,对事物提不起兴趣。 当别人每天吸收能量,探索不同答案时,你只是日复一日复制着昨天的生活,死于二十五,埋于七十五。 变老,从来不是生理概念,身体机能衰退,容易凋谢仅是外在,凭着接纳不断变化的世界,才是变老的开始,没有人喜欢和默契沉沉的人交往,企业更不喜欢停滞不前,创新缺乏的员工。 参与创建英特尔公司的前CEO安迪赫洛夫曾说,创新是唯一出路,淘汰旧的自己,否则竞争将淘汰我们。 若想经久不衰,切勿经久不变,思维僵化,故不自封,只会使路越来越窄,最终无路可走。 不如,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,尽可能多地接触工作以外的世界,坦然面对这些愿意的变化。 此刻目标,知道要做什么,才能做成什么出入职场。 你的职业目标是什么,拥有强大的人满,赚更多的钱,迅速进升管理港。 我的学姐谈停在入职时说,我的理想,是在40岁后,掌控生活工作自由。 当时才22岁,是应建旧情公司的新人,一起北漂的那些年,我清楚看到他是如何践行目标的。 他从不参与无效社交,也不站队,因为这是除了浪费时间制造矛盾吧,别无台用。 他从不抱怨,总是自发接受更多挑战,因为这能快速追上老人并让自己脱颖而出。 他入职第三年便做上部门经理,之后,一路进升总监,大区总监,副总,他38岁时,公司战略目标调整,做出裁员20%的决定。 被裁员工可获得N加四个月升入的遣散费N为工作年限,听见并不属于那20%,但他担机力断,指手领前总人,很多猎头主动接下,推荐约我新去处。 他主意婉拒,选择离开,时尚升空间小,可能会打乱我当初定的40岁计划。 现在我只想停一停,缓一缓,上半程,已经提前实现目标,下半程,我想换个节奏享受人生。 他把享受人生,画了在朋友圈,配图示潜水照,地点定位是菲律宾怕老群岛,之后,他做了自由职业者,虽然不做班,但认真工作,认真生活,心理学上有洛克定律,一个人又想成功。 就得制定一个奋斗目标,同时更重要的,是制定实施目标的步骤,有专一目标,才有专注行动。 请解释六年之长路,所有决策与行动,从未先离出新,每走一步,他都在向着入职时定下的目标靠近。 美国无线电公司前董事长大洛夫将军,曾对学生时代的罗斯福总统说过,年轻人,世上没有一类工作叫随便,成功的道路是由目标铺成的。 明确目标,它是践行,不具未来,世人到中年的停歇,最后能优雅离开的重要原因,持续成长,99%的温水主报,源于自我放弃学习作家冯唐的一篇文,让中年有你男概念广为人知。 他在文章里写道,三十不学义,真老赢吗?四十岁之后不必读书,在我的少年时代,这是第一次有个男人让我体会,到了隆重的中年油腻感,什么特质让中年男人显得格外油腻? 大肚懒,腰带挂钥匙,后视镜挂佛珠,爱谈酒文化茶文化,不,这些只是外甘,没文化,不学习,言语粗笔,才是一个中年人招人厌烦的根音。 我曾采访过一个八十二岁的老太太,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,小伙子,咱们加个微信吧。 采访过程里,老太太表情生动,思路清晰,表达流畅,让我一度难以相信,她是以过八十高龄的老人。 她儿子告诉我,老太太平时在家,会自己淘宝和美团,务十五岁退休后,她就开始自学英文,小提琴,七十四岁跟随西洋红艺术团出国进行小提琴演出,能跟人流利英语对话, 不断尝试新鲜事物,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力,是她看起来格外年轻的最大原因,持续的学习力也从来都是企业最看重的核心技能之一。 我曾经的下属大胡,如今是某公司的技术总监,从前她每天在内,也会坚持学习,除了精通技术之外,还会去了解产品,运营等等。 她说,她一直记着,我师父对我和她说的,学力代表过去,能力代表现在,学习力代表将来,多年职场生涯。 我看到过太多卓越的同事,游刃有余的在各部门与智能间跨越,第一时间把握住机会攀上晋级天梯,他们靠的便是不断学习,持续的学习力,能让一个人在任何时候,都拥有底气,都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体面离开。 唯一不能背叛你的,是你的认知和你的能力。 黑天鹅一书讲述了一个道理,我们一直有个可怕的错觉,就是认为波动性,随机性,不确定性是一桩坏事,于是想方设法要去消除它们。 但正是这些我们想消除它们的举动,让我们更容易遭到黑天鹅的攻击。 随着世界变革越来越快,黑天鹅只会越来越多,铁饭们已成为父辈们记忆中的童话,一家公司最初再为好,或许也会有衰败的一天。 即便我们自身毫无问题,也难保会因其他不可控因素而被裁,在这个时代,你的工作会背叛你,你的行业会背叛你,你的专业会背叛你,唯一不能背叛你的,是你的认知和你的能力。 对网上这段,话,卧身以为然,接到变化,明确目标,持续成长,一开始就能这样为与筹谋的中年人,与为做准备的相比。 最大区别在于,当那一天真正来临,你是能微笑着领取浅散费令谋高就,还是一筹谋斩下绿彷徨,成年人的世界里,从没有容易二字,倘若黑天鹅袭来,愿我们每个人,都能不慌不忙挺面子。 面舒畅地离开,值班编辑,高欢欢省笑,招喊。